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問到全世界哪一家公司最懂得做Marketing 很多人都會回答蘋果 但在Steve Jobs心目中哪一個品牌是做Marketing做得最好呢 不說不知是一位藝術家 他是誰呢 是畢加索 畢加索這個名字我相信大家不陌生了 他是一位很出色很偉大的畫家 但原來他是一個很出色的Marketing和Sales的人 他怎樣出色呢 他有五招的 講之前我先講講他的背景 畢加索他是一個西班牙人 他在法國巴黎發跡 人生路不熟很難紅起來 所以說人來鄉賤貨來鄉貴 一個人去到異地要發展成功絕對不容易 究竟他怎樣做呢 第一招 自我宣傳 在他的畫作未推出之前 他請了很多大學生 很便宜的 不加索的作品 啊 老闆啊 你有沒有不加索哪一幅作品啊 啊 老闆啊 什麼時候有不加索的作品啊 整整一下呢 這一班畫囊的老闆 從來未聽過不加索的名字 他就可以在很短時間裡 立刻大家都互相討論 誰是不加索呢 那到不加索的作品推出來的時候 立刻大賣吧 第二招 明星代言 好多人去消費呢 就用真金白銀消費的 但是不加索消費呢 他就不是用錢的 他就用他親筆簽名的支票 那有什麼特別呢 很簡單的 你試想一下 如果周杰倫來光顧你的店 你會要他的cash 還是要他親筆簽名的支票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如果金額不是非常高的話 你都會要支票 對不對 你拿了一張支票 是不是落銀行兌現呢 不會的 你會找個相架表現 還放在你店鋪的當眼處 還要和他合照 成為你的家傳之寶 對不對 不加索就是這樣 因為當時他慢慢已經紅起上來 很多人他在消費的時候 就要他簽名的支票 你試想一下 如果只是有小部分的人 將他的支票表出來 宣傳的是自己 好像很有面子 但如果當全巴黎的人 都是表北加索的支票出來的時候 宣傳的對象就是北加索 第三 專業社交 眾所周知 很多藝術家 其實他們都比較內向 比較情緒化 孤方自想 獨家村來的 不是很多朋友 北加索也不例外 但是他就離鄉別仔 由西班牙去到巴黎 這個情況更加嚴重 因為很多畫家 他們要出道 他們要賣畫 就透過搞畫廊 畫展 接著要吸引別人 然後去做 但是由於他的社交能力 比較薄弱一點 他不走這條路 他另闢途徑 他直接去找畫商 去做社交 那麼他的人數就相對少很多了 那麼他用什麼做社交呢 不是用口的 他用他的強項畫畫 幫所有的畫商畫字畫像 你試想想 你畫一幅畫 起碼都要畫超過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看你 你看我 我看你 我看你 沒有感情也有感情 就算你同性都可能拆出火花 對不對 那麼你畫了這些畫的時候 你要想想畫商的心情 他一輩子幫人來賣畫 但是他有幾個他自己的畫像 這幅畫他不會賣的 他會好好收藏 而且他很想北加索越來越紅 因為他這幅畫像 就會越來越值錢 越來越貴 所以所有畫商 更加落到幾千肉緊 去賣北加索的畫 你說這招是不是高呢 第四 創造競爭 他一次過 約了所有的畫商 就來他的家 或者他的宿舍 坐也好 站也好 等也好 然後不是一次跟他們說話 是逐個逐個邀請他們進來 然後就跟他們說 每一幅畫的背景 我畫的時候的心情 為何要這樣畫 為何要用這個技巧 種種的理念 全部都說出來 很成功把他的抽象畫 脫離抽象了 變成有血有肉 實實在在在的故事 這樣會令到很多人都會明白 ugga 然後畫商逐一個逐原逐走 在外面等的人 見到有人出來 然後就問 怎樣 無論出來的人 講些甚麼也好 好正好像好好 都不會想想 去講話 對嗎 那你要有一個成功做 през mother 就是 本來你是買畫 主導權 在買家手上 但這種做 poi 就 charged 因為主導權 在入了北加索手上 因为他们会互相猜疑 究竟他会不会抢了我的心头号 他出的价钱是怎样呢 他是不是很高呢 第五招就是二业结文 简单说就是Cross Over 他为什么Cross Over 当时的芭蕾很多人喜欢看巴雷舞表演 他都不例外 他是一个狂业分子 他怎么做呢 他就帮巴雷舞的表演 去设计背景 设计舞台 设计服装 当然他是抽象画家 他调整自己 把深度调起来 让很多人开始明白 你明白的东西你会喜欢的 你不明白的东西你不会喜欢的 好了 当他表演完之后 到借幕阶段 他最后一个出场 他还要穿上自己亲自设计的衣服 还要穿得很娃娃 很成功把全场的焦点摆在他身上 以及俘虏所有人的功劳 你想想他只不过是一个舞台和服装设计 还有主角还有导演还有老板 但是他很成功把这些巴雷舞的粉丝 俘虏成为自己的粉丝 他不单止这样 他还帮法国最出名的产物 没错就是红酒 他帮红酒设计的Label 设计的Logo 令到很多爱酒的人也都喜欢他的作品 也多了机会欣赏他的作品 他就透过这五招 他令到他自己声名大噪 甚至去到永垂不老 大家知不知道 不加索最贵的那幅画是多少钱呢 是2015年在美国加斯特拍卖行拍卖出的 一幅接近1亿8千万美金的画作 这幅画拍卖的时候他当然过了身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因为不加索已经不是一个人名 他已经是一个品牌的名字 一个品牌 他可以超越生死 贯穿时空 这么多位朋友 是不是需要自己打造自己的品牌呢 刚才我说了一二三四五招 包括了自我宣传 明星代言 专业社交 创造竞争 和二业劫民 哪一招在你的工作 或者在你的降位里面適用呢 在留言里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今集内容 记得like和subscribe 如果你对你朋友有用 欢迎share 我是Wave Chow 下集见